2024巴黎奥运将在台湾时间7月27号凌晨起举办开幕典礼 一共为期17天的赛事 而巴黎帕运则是紧接着在台湾时间的8月29号登场 转播单位提供超过2500小时的奥运跟帕运精彩赛事 让大家都能够及时关注赛况来替选手们加油应援 点亮巴黎铁塔距离今年巴黎奥运开幕进入倒数40天 现场找来国手举行祝福仪式献上花束 希望他们代表台湾出赛都能再创夹击 今年是最后一次然后希望说把最好表现 表现出来希望把最好的样子展现给国人看 自己的心态能更平稳然后在场上的发挥 能更稳定一些不然其实在前几场比赛 自己在场上都会有点起伏慢大的 这一次巴黎奥运将会是台湾羽球项目黄金 男双的最终站 李洋 王麒麟两人调整好心态 希望在这最后一役能在一起打下奖牌 而同样感到压力的还有上届奥运全级 夺牌好手黄晓文 队友都在亚运跟第一次这个赛都拿到 那身为上一届有夺牌的选手 对我来说真的压力算蛮大的 在最后关头才终于拿到奥运入场门票 黄晓文抓紧最后一个月备阵时间 还要飞往日韩进行一地训练 反倒是桌球一个小林同学 看起来挺轻松的 因为也有参加过 所以可能自己心情也会更稳定一点吧 平常先去参加这一次的奥运 2024巴黎奥运即将在台湾时间 7月27号凌晨一点半 在赛纳河上开幕 为期17天紧接着就是帕运 则在8月28号登场 台湾队将派出50名选手 参加超过10个奥运项目 巴黎奥运预计颁发329面金牌 我们MOD爱尔达电视也会转播329面金牌 而且不露接 转播单位转播超过2500小时 要让精彩赛事临时差界 中文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